一、五官变圆,如果一段时间发现你的脸型慢慢变圆,二却慢慢增大增厚,而且又显出发福痕迹,这也是你更好运的征兆,很多人都认为你越来越漂亮,越来越好看,那你就好好把握机会,做事定会是半功呗。 二气色,倘若经过一段时间的败运,那么你的气色,肯定是黑暗沉亲子没有光泽,忽然间脸面带红润,光泽外露,精气神俱佳,随便穿一件以前不起眼的衣服,也能透出精神抖擞和潇洒气坦出来,这就预知你要交好运了,脸部的气氛红润,有光泽,微微帮光发亮,如此脸部面向,便是好运降临的盯着。 说明你最近的好运如洪流来袭,是不可挡。 三,心情,心情是受自身磁场和外界环境气场相作用的结果,当你心情感到特别憋屈、委屈、郁闷、烦躁时,总会埋怨、抱怨、包脾气,甚至有福气后果行为冲动的时候,你的运气就不好。 当你心情感到什么事情都能放下,不再斤斤计较,不再争强好胜,无怨以无悔,心境特别开心,开阔,待人待物均感到轻松、和谐、自然而又自在。 这时,基本可以判断是你好运的征兆,可以宽心前进,做事基本上是阻力很小或是事顺利。 四,一时,好运到来,人往往会有一些精神方面的追求,但是往往不会标些利益,别出心裁,信奉中规中矩,更不会像一出十一出,或者挣天成面与幻想,也并不会偏听、偏信、有主见,但是不会固执。 遇到问题,往往会征求别人意见,自己虽然有想法,有主见,但也会小心求证,对于风险较大的事,往往会谨慎缓行,想到后果,所谓之往思来,不会把自己逼到绝境。 五,人缘,当运是低迷时,阳气弱,精气神亏损,过路的人都不会多看一眼,更何况熟人的落井下石了,当自己走在街上时,连陌生人都会主动和你说话,尤其是特别有小孩缘时,那么恭喜您,好运已经临头了。 六,行为,好运之间,其人定然具有行动能力,乐观,豁达,积极,向上,处事特别成本,坚定,不急不躁,不前不后,中正中庸,公正合度,常常有贵人员,能够得到贵人的帮助。 帮容力特强,不记仇,不记愿,甚至放下恩仇,有的人异性缘特好,但是不会利用异性,对自己的好感后获利,也不会吃着碗里的,心又想着锅里的,对人,对事,没有非分之相,对于利益的追求,往往合理合度,喝酒常有鲜卑不醉之功效,这些也是好运的征兆。 但是记住,酒色还是适可而止,否则可能乐极生悲。 七,本应巧合,运气不好,灾难发生之前,倒是人机会无缘无故的闹心,坐立不安,似乎有征兆一般,于是更是消极悲观,不懂得向前看,结果越弄越乱,一败涂地。 当自己的心情突然豁达了,乐观向上了,那么恭喜你,没运结果不攻自破。 八,好梦出现,梦境有助极其特殊的意义,运气变好之前,结果有一些特殊的梦境出现。 这种梦境,虽然当事人无法自我参悟,但是心中会有一种感觉,感觉到梦境中的内容非同一般,那么恭喜您,运气很快就会变好。 九,家中植物开枝散叶,环境的表现。 当一个人运势不佳时,家中所养的花鸟与虫竟会没有生机,潦倒不振,荒凉稽惨,反之,家中植物突然茂盛,开枝散叶,生开花朵,鱼儿产死,猫狗壮食,那么好运即将到来。 此生,念念不忘,必有回想,担心好事,莫万千成,努力积攒福报,每天认真的活着,你期待已久的好运一定会到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